其實你們港大學生會要退出學聯 究竟你們的理由的緣起是甚麼呢 學聯現在的問題是要把所有大專院校的立場 學聯體質之下,港大學生會很難有自己的空間去發揮 為何要難有空間發揮,可否說多一點 學聯本身有一個單一政治理念在 譬如他本身就可能用建設民主中國做綱領 有些同學對這件事有爭議,這個綱領有爭議 又或者是比較關心左翼議題 可能本土的聲音就未能夠表達出來 然後剛才為何要講選舉問題呢 其實就是因為他這個選舉這麼封閉的時候 變成很難內部改變他一些政治理念 即是你很難透過學聯的體制去選舉 例如你是本土派的人 你想嘗試加入學聯去把本土派聲音代表出來的時候 你發覺玩不下去,即是你不可能透過進去 因為他的選舉很封閉,可能只有六十多人 而那群人很多都是舊的學聯老鬼 而他職類的一直都是 即是他一直都是存在這類型的人在那裡 你去講本土議題,你就很難爭取 我想問如果你是本土派 你為何不借這個勢進去裡面 將本土派的聲音打進去學聯裡面呢 譬如我打個比喻 當我是本土派,我想進去改革學聯 如果他們知道我擺明想進去改革的時候 他們怎會選我呢 即是打個比喻 但是你選進去,你是面對港大學生 如果港大學生認同你本土派 你選了去做港大的外務副會長 那你已經當然要進去學聯的時候 學聯也不能拒絕你 不,而且在走的那個共識制 雖然說會保障到少數的聲音 但是譬如如果我說要改革的時候 走共識制,如果我說要改革 那一定要全體都有共識才會改革 其實是不可能的